好 接下来来关心国际间的最新消息了 这个是泰国曼谷热门的购物中心 鲜罗百利公 3号这一天传出了枪击事件 结果造成了两死五伤 目击的民众说 至少有听到十次的枪响 当时所有人立刻四处逃命 跑到鞋子都掉了 商场也瞬间清空 专柜拉下了铁门 好 警方也逮捕到了这名犯案的枪手 结果发现到他竟然是年仅十四岁的少年 恐怖行为让人发指 枪声一响民众惊慌逃命 商场内的民众四处逃窜 有人狂奔上楼 也有人快步下手扶梯 慌到没有时间反应该往哪跑 众人在美食广场奔逃 俯着身子 牵着伴一路狂跑 就是怕被乱枪打到 大家急着争相夺门而出 甚至跑到拖鞋都掉了 购物中心大门口 涌出大批落荒逃跑的民众 外面下着大雨 也根本没空撑伞 此时整个商场直接进空 各个柜位纷纷拉下铁卷门 警卫也急忙挥手示意 叫孩逗留在商场里的民众赶快离开 逃不出去的民众只好躲在仓库 泰国曼谷购物热点 先罗白利公商场三号金船枪击 有目击民众听到四到五次枪响 也有人说应该至少有十下 结果出人意料的 这名嚣张枪手 竟然是年仅十四岁的青涩男孩 警方将他压制在地逮捕 目前已经被带回接受证讯 嫌犯恐怖行径令人发指 先罗白利公式观光客 必访热点 台湾人也很爱去 死伤者就包含大陆公民 泰国总理赛塔 也对枪击案表达关切 并只是泰国皇家警察部门 调查案情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国际的焦点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当地时间二号晚间 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 奎利亚尔居然是在 首都华府住所的附近 被持枪截车 而且距离国会大厦 大约只有1.6公里 立刻引发附近的居民 跟国会议员们的恐慌 我们带您看一下 最新的状况 根据美国CNN的报导指出 当这位众议员在停车的时候 三名男子用枪指着他的头 并且把他的车给开走了 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 目前正在跟当地的 执法部门合作 协助找出截车的嫌犯 并且感谢警方迅速行动 很快找回他的车 在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 著名的大型购物中心 鲜罗百利公 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4点20分左右 传出了枪响事件 目前已知 有一名14岁未成年的枪手造成三死七伤 枪手在遭到警方围捕之后 器械投降遭到了逮捕 根据路透跟美联社提供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有大批的民众 在听到枪声之后 是立刻从商场内向室外逃命 也有目击民众说了 至少听到了10声的枪响 而一名14岁的男枪手 在逃到了购物中心三楼位置的时候 遭到警方包围 枪手随后放下武器投降 并没有任何的反抗 泰国总理赛塔事后表示 他已经下令警方务必要严加调查 20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台湾时间3号下午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了 这回是由美德法三国的物理学家 包含了阿哥斯蒂尼克劳斯 还有吕利耶供获殊荣 好 三个人对于阿淼物理学深入研究 是获奖的主要原因 他们的实验成果 产生的是阿淼脉冲光 可以研究物质当中的电子动态 对于癌症的侦测是具有极大贡献的 三位获奖的得主将会获颁1100万瑞典克朗 大约是新台币3366万元的奖金 其中吕利耶的部分 他更成为史上第五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接下来在10月4号跟5号将分别宣布的是化学奖 还有文学奖的得主 另外众所瞩目的和平奖 预定在6号对外公布 至于9号这一天 则是要宣布压轴的经济学奖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畢等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优惠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